一篇文字 一首歌 一种声音 一份私藏 欢迎收听 静波频道 活着 就是要记住 人生最痛苦 最绝望的那一刻 是最难熬的一刻 但不是生命结束的 最后一刻 熬过去 争过去 就会开始一个 重要的转折 开始一个新的辉煌历程 心软一下 就熬不过去了 就死了 死了 一切都完了 好好活着 活着 就有希望 晚上好朋友们 我是静波 欢迎来到静波频道 刚才这段话 出自陈忠实 今天晚上 我想和大家分享一篇 关于亲子教育的文章 叫做 父亲能陪伴 母亲好情绪 就是一个家 最好的风水 作者叫范淑 如果你想听到 更多的节目 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 搜索添加 静波频道 看过一项调查 在我国 42%的母亲 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 是独当一面的 32%的家庭中 教育孩子的任务 是由祖辈承担的 父亲 真正起主导作用的 不超过12% 很多人说 父亲就像一座山 沉默 威严 却也从来不懂得迁就 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论调 我也想照顾孩子呀 可真的是太忙了 工作太多了 要给家里赚钱 当然陪孩子时间就少了 这是没办法的事 孩子有他妈妈陪还不够吗 蔡说了 我脾气也不好 把孩子惹哭了 又要怪我了 在不少的家庭里 父亲都是缺位的 孩子的每一次成长惊喜 是母亲先发现的 孩子每一次睡前故事 是母亲开口读的 孩子的每一次生病 是母亲照顾陪伴的 有位作家说过 父亲和食物一样 都是有有效期的 有些人直到过期了 才幡然醒悟 有些人哪怕忙得飞起 还是在有效期内 尽到了责任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说过 我不会做一辈子总统的 但是我一辈子 都要做好一位父亲 他说到做到 女儿学游泳 他亲自当教练 女儿放暑假想去游乐园 他抽时间陪同 他会认真地 对待女儿的每次生日 也会在长达 21个月的总统候选期间 坚持去女儿的每一次家长会 有爸爸的陪伴 女儿成长得很出色 全世界都见证了 他从一个被爸爸宠爱的小萝莉 成长为现在的哈佛高材生 爱好广泛 自信得体 让人羡慕 美国耶鲁大学曾做过一项研究 由男性带大的孩子 智商高 他们在学校里成绩更好 走向社会 也更容易成功 稍微留心一下 你就会发现 有父亲陪伴的孩子 会成长得更优秀 他们更勇敢 更自信 待人处事大方得体 不会因为说错一句话 就唯唯诺诺地不敢吭声 他们更有自控能力 懂得该如何抵制诱惑 学会自律 保护自己 他们内心更具有安全感 不会因为一点挫折而自卑自责 也不会陷入 没有人喜欢自己的思想漩涡里 父亲的陪伴对孩子的成长至关重要 可相比家庭和睦 孩子成才 很多父亲更向往事业的成功 但成功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穷爸爸父爸爸》里 有一句话说得好 所谓成功 就是有时间照顾自己的小孩啊 任何职业角色都可以被替代 唯独父母的角色无可替代 世间回报率最高的投资 就是亲子关系 别让陪伴缺失 别让孩子受伤 别到了年老之后 才后悔 这一生没有做好的角色 竟是父亲 母亲的好情绪 会让孩子拥有好的性格 很多女性说 当妈之后 整个人的情绪状态都紊乱了 既要承担家务 还要顾虑工作 既要照顾孩子穿衣吃饭 还要教他写作业 生活 工作孩子 各方面压力重重 情绪一上头 迁怒就变成了家常便饭 有时候忍不住大吼出声 有时候心累得面无表情 有时候恨不得 把孩子打一顿解气 也许对母亲来说 情绪是发泄出来了 过一会儿就可以恢复正常 但是在孩子心里 情绪不稳定的母亲 就像一个大魔鬼 令人不由自主地害怕 演员陈乔恩 从小就没有什么安全感 谈到妈妈的时候 她说 小时候 我就活在恐惧里 不知道怎么和妈妈讲 我怕她打我 著名导演江文 在做客十三一的时候 也表达过 小时候 经常因为妈妈不高兴 而变得很没有自信 我很想让她高兴 比如 拿到戏剧学院通知书之后 我告诉她 我觉得 她该高兴了吧 可是她却说 你那一箩筐衣服还没洗呢 别和我说这个 后来 又给她买房子了 觉得 她也该高兴了吧 可是 她还是不高兴 母亲的不良情绪 会在孩子心里 种下一颗种子 直到长大成人之后 会发现 这颗种子 已经长成了一层 高高的杂草 不断干扰着孩子的抉择 情绪和思想 母亲以为 那些都是小事 但在孩子的记忆里 他们是恐惧 是害怕 是担忧 是胆怯的代名词 很长一段时间里 都无法磨灭 心理学博士 脑科专家 红岚女士 在TD演讲的时候 从科学角度 阐明说 从人类演化角度 女性的情绪能量 远远超过男性 母亲是家庭的灵魂 母亲快乐 全家快乐 母亲焦虑 全家焦虑 母亲的情绪 决定着一个家的温度 也在潜移默化中 决定着一个孩子的性格走向 情绪越不稳定的母亲 养出来的孩子越会焦虑 敏感 自卑 习惯看人脸色行事 无论获得多大成就 内心始终是深藏着不自信的 而情绪越稳定的母亲 家庭环境始终都会是快乐 轻松的 养出来的孩子 自信又乐观 内心充满被宠爱的安全感 不必害怕 哪句话说错了 就会遭到母亲的责骂 某种程度上 母亲的好心态 才能成就孩子的好性格 作家莫言 曾在母亲译文当中写道 让我难以忘却的是 愁容满面的母亲 在辛苦的劳作时 嘴里竟然哼唱着一支小曲 正是母亲的坚强乐观 才让从小被歧视 被迫辍学的莫言 变得勇敢而自信 事业上 她成了中国文坛 问鼎诺贝尔奖的第一人 感情上 家庭和睦 婚姻幸福 与妻子抗力情深 每个母亲都希望看到 十月怀胎生出来的孩子 能够成长为独立自信 乐观大方的成年人 但是有多少母亲 真的能够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给家一个安宁 给孩子一份信任和守护呢 控制情绪 并没有多难 下一次忍不住吼叫 怒骂 冷暴力的时候 多为孩子想一想 多深呼吸几次 能好好说话 就别肆意伤人 曾有一句话 在朋友圈广泛流传 上帝给了你一个缺席的父亲 就会赠给你一个焦虑的母亲 而最终 就会养育出一个失控的孩子 对孩子来说 最好的家庭教育 不是父母有多大的成就 给予孩子多少金钱和资源 而是父亲能陪伴 母亲好情绪 两者缺一不可 孩子是一棵小树苗 需要耐心的陪伴 温柔的呵护 才能成长为参天大树 你多一点关注 多一点细心 多一点温暖 孩子通通都能体会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And I feel just like I'm living someone else's life It's like I just stepped outside When everything was going right And I know just why you could not come along with me This was not your dream But you always believed in me Another winter day has come and gone away I need a Paris room And I wanna go home Let me go home And I'm surrounded by a million people I still feel alone Let me go home Oh, I miss you, you know Let me go home I've had my run Baby, I'm done I gotta go home Let me go home It'll all be alright I'll be home tonight I'll be home tonight I'm coming back home I'm coming back hom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